西蒙议员绝对不是硬生虫 不像一些政党 只会盲目的支持所有的不公不义的事 我们签署备忘录如今开始看到的成果 4月11号 国会将展开特别会议 A Special Sitting 来辩论三读通过反跳槽法令 禁止任何重选议员跳槽到其他政党 能够给人民希望的是希望联盟 西蒙即使跟首相Ismail Sabri 签署谅解合作备忘录 可是他不阻止我们反对一切不公不义的事 我们依旧会秉承良知 做出正确的判断 然后投下凭心中的良知 投下手中的一票 该支持我们会支持 该反对我们会反对 所以西蒙议员绝对不是橡皮章 橡皮图章Rubber Stamp 也绝对不是硬生虫 不像一些政党 只会盲目的支持所有的不公不义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我们做法是坚持伸张社会公义 我们签署备忘录如今开始看到的成果 今天也必须让大家知道 4月11号国会将展开特别会议 A Special Sitting 来辩论三读通过反跳槽法令 禁止任何中选议员跳槽到其他政党 所以这是西蒙为了挽救国家民主 所做出的牺牲 让人民再一次看到 能够给人民希望的是希望联盟 我们可以为了大局挽救国家民主 所以才决定跟首相签署谅解合作备忘录 而今天也再一次的证明了 4月11号当这个法令一通过 我呼吁所有全国人民总动员一起出来投票 你不用再担心你的议员跳槽 因为根据该项法令的草案 任何议员跳槽必须面对选民的裁决和审判 所以我相信政治青蛙 寿终正轻 负寿权规的制止就来了 所以回复民主是要靠大家的 因为一步一脚印 民主人权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他必须靠我们一步一脚印去争取 就好像罗马不是一天兼臣的 好 谢谢大家 请问一下国阵议员没有出席这个Soxma手票 是不是一项预谋一样 国阵议员没有出席投票 我相信大家都必须要问国阵自己本身的党变 而且很多给的是这个非常荒谬的理由 其中一个就包括前首相纳吉 他说他必须出庭法庭的审讯 所以无法出席 这根本就是屁话 因为他之前在未了出席国会 已经三番四次向法官申请 法官也批准他的申请 让他出席国会 所以当天投票 他故意不出席 却拿法庭来做这个党建牌 再一次的出现 他们见这种不负责任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当人民都是傻子 但是我们人民的眼睛是血量 我们可以判断 就好像完全不给理由的不同主席 他就完全不出席 甚至于有些国政议员 连内政部长 哈姚沙仔努定也承认 他在国会明明看到他 就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看到他的脸 所以故意不要进来投票 这都是内政部长今天在全国头版新闻里面所说的 他说投票的话 投票的故意出去 因为不要 这种是什么 这就点是了 这是一个乌合之众 一个各怀鬼胎的这个炸牌军 那么请问全国的乡亲父老 你敢把你的孩子的未来交托给这一种的炸牌军吗 这必乌合之众 所以是否是预谋自家饮水 人暖自知 还是需要问回国政的议员到底他们心中怀的是什么鬼胎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